《海洋之窗》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我们今天特别举行的一个 水产生物科技的论坛 刚刚吴教授问到说我怎么样房子 我除了请教学者专家以外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从市场上去买那些免疫药剂 或者检疫的药剂 那这个就回到你刚才 请来的来宾之一 可能你还是要麻烦她帮我她秘诀 告诉我们一下 是是是 这个因为有没有什么病 有什么病原存在 一定要能够透过这个病原的研究以后 发展出来这个检测的技术 那么这检测技术它要求的标准 是要精确 要灵敏 要快速 又要成本非常低 那么能够把正确的这个病原 可以在最早期 发病最开始就能够检测出来 那么所以有各种方法 过去是用免疫的方法 或是用核酸放大的方法 叫PCR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最新的方法 那最新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质量生计的杨总经理呢 那么他跟我们学生合作有相当不错的这个创新的技术 画展出来 是这个谢谢吴老师的介绍 我们大概在五六年前跟吴老师 跟吴老师 跟周老师 这边合作 主要是希望说这些小鱼儿在水里游的时候 怎样能够有得健康 呃 我们现在这个密室里头 集了一堆人 有一个人感冒 大家都会害怕 不要说这个小鱼儿 一个池子里面 可能几百尾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为什么而感冒 他因什么而感染 怎么样对症下药 第一步骤要知道他得了什么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等他 像我今天头痛 一个礼拜之后才知道我为什么头痛 那我大概受不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马上知道可以知道要怎么头痛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有这个产业需求 我们又是在产业界 希望能够提供水产养殖一个 既快又方便又准确的一个检测方法 那在五六年前我们跟周老师 跟吴老师 跟吴老师 开发了利用我们公司自己开发出来的 免疫磁碱量检测技术 应用在石斑于病毒 后续其实也应用在虾病毒的检测 那这个就变成说我平常好像我们家里有放一个 这个温度计一样 有一个血压计一样 可以随时监控我们身体健康 放在小医院里头也是可以知道 他这些东西是不是 可以有随时有受到这些病毒的感染 尤其是在买卖的时候更是需要 我想买到好的育儿 我想买到无毒的育儿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呢 没有测 永远不知道 用眼镜看 可能只有50%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非常 对产业来讲 对育儿健康来讲是非常没有保障 所以 我们此量生计 就在五六年前决定跟各位老师合作 希望在台湾的水产养殖基业 医业里头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有用 非常方便 能够掌握 业者的经济 也能够掌握 这些水产鱼类的健康 跟他们就像吴老师讲的 怎么样活得健康 怎么样活得快乐 而且他们活得安全 其实是我们目逼想要 想要达成的目的 谢谢 听起来 我们这个持量生计在 杨总经理的这个 领导跟学者的合作之下 有这样创新的技术 可以做快速灵敏 早期的这个病毒病原的争断 那么创造健康养殖的环境 我想这个对产业的贡献 应该是非常的大 那么而且也是一个典范 就是说呢 透过产学合作 把技术的移转 那么可以创造出来一个 新的一个技术产业 那么在这样的产业上面 我请教我们这个方老师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把这样的典范 能够让我们这么多的学生 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等一下我们还会更仔细 来说明这个技术 那么如何能够导引 我们学生从学习这个课程里面 那么得到这个学习的成就 以及将来有创业的灵感跟勇气 这是不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如何来进一步来导引 对 在回答我们的共同组织人的问题之前 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他有另外一个典范 怎么讲另外一个典范呢 就是我们的杨总经理 他本来是师范大学的教授 那他为更伟大的梦想 或者是在被我们的这个 吴秘书长 或者我们的这个吴讲座教授的 这种误导之下 他居然从教职辞职进入了产业 那当然也造福了更多的 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吴教授刚刚提到的 造福了更多的业者 好 那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应该怎么去推动这些事情呢 非常清楚 就是像吴教授 现在邀请了这三位特别来宾一样 透过我们的听众 我们今天听众朋友都很高兴 他们中间可能也有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 也有正在做菜买菜的妈妈 也有正在开车的公务员 但是被你们一叫通通变成同学 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 但是回过头来讲 回过头来讲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把像吴教授讲的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大局啦 就是吴教授本身在谈抓的这个大局 国际的整个学生产业的变化 那第二个他的问题 就是周教授讲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 他问题发生了什么样解决的方法 就是刚才吴教授在讲的 那第四个 一定要给他产业化 我觉得我们的推广的意义 就达到了 是 我觉得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团队 能够着力在这个 这个 水彩养殖 那可能大家觉得水彩养殖 是不是一个 劳力密集的产业 其实现在是高科技的产业 但是这样的一个产业 我们用宏观的角度再来看 就是我们在海洋 跟这些湖泊河川里面 蕴藏的这个 这个动植物跟微生物的 海洋生物资源非常丰富 那据各种 据这个推测 因为 以提供我们人类所需的 蛋白质的粮食来源来讲 地球上的 所有的生物的蛋白质 70%是存在于海洋的生物里面 所以可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 现在世界各国都对这个生态保育非常重视 所以海洋的资源是要保护的 那么也就是不能够过雨 就是过度捕捞 那么还有呢 环境污染呢 造成这个生物资源的危害 所以呢 但是人类呢 有营养上的需求 还有经济的发展呢 会追求这个不同的这个食物来源 那这个尤其是从这个水产 海鲜类方面的来源 那这一类的来源呢 就变成要水产养殖 这个产业呢 来健康的发展 所以 这个就牵涉到 我们需要永续啦 并不是说 这一阵子这个产业好 那疾病得啦 这个就没有 就变成说这个产业就 亡国啦 那么我们都总是需要永续 所以我是请教这个周老师呢 那水产养殖的永续 怎么样子 从几个面向 除了这个环境的管理 疾病的管理以外 是不是整体的面向 给我们同学来说明 水产养殖永续的这个经营呢 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 谢谢那个吴老师 提到这一点永续经营 因为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所提到 其实FDA就是美国的这个 就是FDA 就是食物跟农粮组织 已经讲出来 就是说 已经预测出来 到2030年来讲的话 其实水产养殖 就会跟我们所谓的鱼捞来讲 两个会达到一个 百分之五十五十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意思就是说 水产养殖来讲的话 在将来来讲绝对是 跟我们现在的电子业一样 是一个非常值得 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产业 那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永续经营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人类要 就是我们在消费者端来讲 要对水产品 也就是食安这一块 其实要有信心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食物而已 它甚至来讲 可以是一个健康的蛋白质的来源 另外来讲的话 在食品安全上面来讲 又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 所以从这边看起来就是 从环境上面 你不能因为用药污染的环境 你不能因为用药危害到人体的身体健康 你不能因为大量养殖来讲的话 造成产需的一个失衡 所以从这个整个面向来看 其实从环境面 从生物面 甚至到经营物流面来讲的话 其实要通盘去考虑 才可以达到一个产业的永续经营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来讲的话 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来看来讲的话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提供好品质 价格低廉的余货 但是另外一点来讲的话 可能贵重要的 我们可能还是要问问 产业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像杨总来讲的话 他在做这个检测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怎么样让我们学界跟产业界 两边共同winwin以后 能够造福到我们的消费者这一段 那可不可以透过检测 然后来损失降低我们在用药 甚至来讲的话 就是在我们怎么讲 后续端的处理上面 可以让好的品质的余货 但是其实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 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可以讨论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 这个鱼是不是健康 对 检测是第一关 就像我们人到医院里面去 医生给你问诊之外 他一定给你抽血 你要验大便 验情者他还告诉你说 我要怎么样来处理 所以杨总 你是不是能够我们进一步进入说 你的独到的技术 因为我知道杨总的专利 全世界专利十几个专利 真的 所以他是已经具有专利 这专利有一部分是跟学界合作的结果 那么他也有自己发展出来专利 所以由专利为本 建立了这个磁量生技公司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进一步 这个很概要的说明 这个技术创新的地方在哪 他一定要把这个秘密讲出来 对 大家可以来用 来这边一定要露两手 产业一定要有 一个公司的成立一定要有产业的需求 要不然这个公司会很辛苦很辛苦 那当初我们以石斑鱼病毒的检测为例 当初石斑鱼病毒 只要得到这个病毒的小育儿 不出三天大概就浮上水面 就是丢废弃物处理 那很可惜哦 一车进来一车出去 业者损失都是以百万当计算 那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之外 其实我们也少掉很多蛋白质 重要蛋白质的来源 那过去的检测当然不是说没有 但是送去检测再回来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其实已经多于三天 你其实不用验哦 那个鱼有没有得病 其实死都死给我们看了 其实不用验 我们要知道的是 可不可以在三个小时内 甚至一个小时内 到现场知道 这一池的鱼有没有受到感染 或是这一池的鱼受到感染程度有多严重 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养食业者 应该做怎么样的后续处理 就像我们到医院一样 先抽血 先验血压等等 医生会告诉我我们是健康的 或是我们得到什么病 得到什么病是轻重缓急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池量升级 用所谓的免疫磁碱量 用奈米科技跟超老科技 以及老师们所开发的抗体免疫技术 整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了 有物理啦 牵涉到有电子啦 牵涉到有水产生物等等 结合在这一块 我们可以在三个小时内 在现场 可以测出这些鱼受到感染程度的状况如何 可以马上反馈给养食业者说 你这些鱼应该 适当的控制它养食密度 适当的控制养食水温 或是适当的来减轻 里面的含氮量含氧药等等 让我们的鱼儿能够有足够强壮 在不用药物底下 怎么样做一个永续的养殖 跟健康的养殖 这是我们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份资讯 说实在就像虾子摸象一样 老经验的师傅可能看得出来 但是全台有几个老师傅呢 等到处都要有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科学的新技术 所以很高兴在五六年前 有这样一个技术整合 到底有几个老师傅呢 那我告诉你 听完我们的节目 你至少变成半个老师傅 因为下一节 我们会请吕明伟 吕教授讲到 刚才我们杨总讲的 后面的学术原因 我们待会见